三更半夜一群流浪猫疤在窗前喵喵叫 见惯大场面的小哥也被这阵占下一头 压根数不清到底有多少只猫咪 现在喵界开始流行组团碰瓷了吗 在一声声奶声奶气的哀求下 小哥逐渐放下了戒备 将窗子缓缓打开一道缝 窗外的猫咪没有丝毫犹豫 一个个排着队形就往屋里钻 谁来数数这到底钻进来几只猫 体型稍大的三花应该是团伙偷偷 一直在负责维持秩序 不断催促后边排队的猫咪抓紧跟上队形 最后一只小猫进了屋后 三花还不放心地瞅瞅周围 确认没有遗漏 这才放心地钻进屋内 进了屋的小猫压根看不出一点拘谨 直接霸占了小哥自家猫咪的饭碗 更有甚者连猫窝也霸占了 面对突然闯进屋的这群社会喵 连住民强子大气都不敢出 小哥看着不争气的强子气都不打一处来 合着你造的孽 到最后还是自己这个冤种主人来擦屁股 小哥还很诧异 第一次见流浪猫带着孩子上门求收养的 本着自己送上门不要白不要原则 把三花母子放进了屋内 而接下来的十多分钟里 猫妈忙前忙后又闲进来四只小奶猫 一家六口缩在猫窝里丝毫没有拘谨 就像待在自己家那样安逸 小哥第一次见这么不怕人的流浪猫 原以为猫妈妈只是为了给孩子们找个过冬的住所 慢慢才发现 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 自从猫妈带着五个娃入住后 强子的行为就反常起来 时不时就钻到屋里偷偷看五只小奶猫 和猫妈妈之间也经常眉来眼去 每次给小猫喂奶时强子还一定要守在旁边 事出反常必有妖 啥时候家里这个懒肥猫这么好心情快了 看看猫妈妈带来的小猫花色 再看看一脸慈爱的强子 小哥这才反应过来 合着这是强子在外造的孽 被人家追上门讨说法了 怪不得第一次来猫妈妈就跟回自己家一样 虽然不知道自己家这个煤气罐罐 是在啥时候整个这场风流寨 但人家猫妈都带着娃爪上门了 更何况在了解这一切之前 小哥也已经决定了收留这一家六口 毕竟谁会舍得让这么软萌的小奶猫 放在大街上挨动 猫妈妈虽然是个流浪猫 但她明白正是因为小哥的好心收留 才能让她和孩子免受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活 所以在小哥家中她表现得非常温顺 除了喂养孩子的时间 大部分时候猫妈妈还是坚持外出闯荡 而这个时候小猫们就全都留给小哥照顾了 小哥明白这是猫妈妈对自己十足的信任 等到小猫稍大一些后 猫妈妈也会在白天带着孩子们一块外出 或许是害怕小哥难以喂养自己这一大家子 她要把野外的生存技能传授给孩子们 每天晚上也会准时带着孩子回到小哥家中 这便出现了视频开头的一幕 猫妈妈带着一群小猫外出闯荡回家 视频中的猫妈妈算是幸运的 她遇到了愿意收留自己和孩子的好心小哥 而我们身边大部分的流浪猫狗 还是蜷缩在黑暗的角落中瑟瑟发抖 尤其是气温寒冷的现在 很多流浪猫狗都很难独自扛过冬天 如果你恰好遇到需要帮助的流浪动物 希望能伸出援手帮他们熬过这个冬天 好人一生平安